最新的连线来关心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会 在今天早上八点钟 入府跟马总统来说明涉入号顶案件 没有提辞职 不过愿意配合提前交接 我们立刻联见林嘉远 好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翁启会院长呢 其实在早上八点的时候 入府和马总统报告 会议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 另外呢特别提到的是说 翁启会院长并没有在会中和马总统来请辞 只表示说愿意配合提前办理交接 但是呢马总统强调 这个事情姿势体大 而且涉及的是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的声誉 翁启会院长的决定和外界期待有所落差 希望翁院长能够在慎重的考虑 那另外呢总统府也公开了翁启会的一封信 这是给马总统的信 他信中特别提到的是说 因为号顶案的解盲发言 以及没有揭露女儿的止骨 引起社会的疑虑 那致上了深深的歉意 而且还重创了中研院的声誉 以及他个人的声誉 造成了总统府的困扰 另外呢他也向总统保证说 绝对没有内线交易 没有操弄股价 另外女儿购买号顶股票的资金 是来自父母 没有借卖中研院的技术或贪赌的情势 另外呢特别提到 大家关心的是说 他有没有提到所谓的辞职 那翁启会他特别提到的是说 中研院的院长三位候选人 已经顺利请出来了 提出来了 也已经要送总统府 那因为呢要是院长的临选过程当中 意外有发生这些纷扰 这个时候如果辞职的话 不但会造成人事极大的动荡 而且呢也会引起国际的关注 甚至影响我国的声誉 因此呢他希望说 从即日起呢 授权副院长来处理本院的重要行政 另外呢包括院里的相关 伦履规范 或者是利害冲突的事项 他会规避 另外呢所以因此 他没有提到要辞职的事情 那愿意呢提前办理交接 也就是新的院长如果早日确认的话呢 他愿意配合提前办理交接 那这段期间呢 他希望能够全力来配合调查 厘清真相 并且强调自己会争取个人的清白 由于呢翁启会他没有辞职 礼拜三的时候呢 立院委员会呢 教育委员会也如期的会邀请他来立院来报告 到时候呢他的去留问题 势必再次会成为焦点 待会任何真消息随时带你掌握 把镜头交换棚内 再次会订阅